首先我想先強調一下 其實我自己過去不管再從事這些國際人權的工作 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台灣要爭取國際的認同、支持 除了我們一直叫大家支持台灣以外 很重要的是要善盡國際的責任 要證明給全世界看說台灣是有那個能力 來參與國際的這些工作 包括難民的部分、包括國際人權的部分 這些是我們要建立的形象 所以在這邊我想也很希望所有的委員跟本委員會 可以支持這個難民法的修法 而且應該要以國際人權的標準 來去審視我們的這個難民法 是不是符合國際的標準 但是在這邊呢我接著要給大家看 確實非常這個負面的報導 這個是在韓國的報導 其實我相信大家知道我們爭取國際的認同以及觀光 韓國是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也有很多韓國人喜歡來 但是我們在韓國各大的報紙出現這樣的報導 這是三份報紙 再來下一頁 還有另外 隨便找都找得到 上面寫的是台灣的企業 台商在韓國疑似惡性倒閉 惡性官場 然後他們的勞工 韓國的勞工來到台灣爭取權益的時候 受到的種種不合格的限制 不合理的限制 所以在這邊先讓二位 知道一下發生這樣的事情 對台灣如此的負面的事情 那再來二位可以先回座 我要請移民署代理署長和署長 謝謝 署長你好 我想這個事情你一定知道對不對 知道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已經包括台北地院都已經判決說 沒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為什麼移民署可以強制不讓他們入國 他們我要再講一遍 他們因為台商在韓國疑似惡性官場 他們沒有辦法在韓國爭取他們的勞動權益 來到台灣 對他們的老闆爭取 也沒有什麼違法的行為 現在連法院都判決說 沒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結果我們把他們都趕走 然後不准他們進來 我想請問一下署長 你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部分 那幾個韓國官場 他是到我們的台灣公司去做存情抗議的活動 有點妨礙助繫 而且他是用免簽證進來 他寫的書來觀光 結果他十幾天都在那個叫做 永鋒宜的公司那邊去靜做抗議活動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進來的人 他如果是要爭取他的勞動權益 他要怎麼簽 我們上面有寫陳情抗議這個選項給他勾嗎 那一個部分現在有一個空白欄 另外還是有簽 有簽證的助度還是在的 另外這些人 我們不准他進來 他已經走數月那一條路 如果將來數月行政訴訟 有法院怎麼來做決定 我們就來怎麼配合 這不是看未來 我們看下一頁 已經清楚的 他已經清楚的判決就是說 這些韓國工人或是站立在人群裡面 或是在靜坐 沒有攻擊也沒有不理性的舉動 現場也沒有任何的車輛跟人員 因為這些工人的陳情而受阻 也沒有介事端擴大發揮的情況 也沒有愉悅社會大眾的容許範圍 更沒有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 簡單講 他讓誰不爽 讓老闆不爽而已啊 社會大眾你告訴我有誰不爽 公共秩序有哪一個人出來講說 我今天要出去買東西吃 我今天要開車經過 我被他擾亂到 沒有 一個都沒有 法院判決也沒有嘛 但是你們怎麼寫的 我們看那個徐國勇委員提給你們的 你們回的那個公文是講說 喔這個法院判決是說因為沒有證據 你們是比法院還要大嗎 法院怎麼講就是怎麼講啊 法院沒有證據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證據 你們有證據嗎 人證物證還是什麼 我們這個法院是針對警察級的那個部分做裁定的 另外他們還對我們的強制出境 再來限制入國的部分還是有提訴願的 提訴願是因為你們先搞這一套他們只好訴願 他們現在還希望回來爭取他們勞動權益進不來了 為什麼 因為你們不讓他們進來 而你們不讓他們進來 是因為他們什麼事情都沒做就不讓他們進來 我們再看下一頁 其實 你看看你們自己說你們是依照什麼 你們是依照點名單 依照在現場這個檢察署點名單說他們有違反集會遊行法 這個是點名翻單我想可能署長沒有參加過抗議遊行 點名單是什麼樣子的東西啊 站在現場就會被點名耶 但是有沒有違反集會遊行法 有沒有違反社會秩序法是要看法院 我也常常被點名啊 我們以前在抗議的時候也常常在現場被點名點到啊 被寄到名字啊 但是他有沒有違法 不是你們認定也不是那個點名單認定 你怎麼可以不讓他們進來 他們現在要怎麼爭取 完全靠他們的律師嗎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國家的形象會變爛 為什麼我們前面隨便在韓國找到那一堆負面的報導 我們的國家現在在做難民法 這些人都還不是難民 都還不是難民就被我們這樣對待 我們還說我們要 我們要願意擅盡我們的國境責任 去接受一些在國際之間受到不公平對待的難民 結果這些人不是難民 這些人現在被搞到沒飯吃 是疑似我們官場工人 然後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你就不要進來抗議 他們也還沒有抗議喔 他們就在那邊照我們得到的證據 法院說的 他們連抗議都不算 他們坐在那邊而已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 如果後來徐國勇委員調的那個會議紀錄 我想我相信署長也知道 我們要知道說是怎麼審查 他們被黑名單不能進來 居然只有兩頁 你們總共省了96個人 35個案件 加起來大概一個小時出頭而已 省了96個人說這些人都不能進來 一個人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你就可以確定這個人 不能進來 這是真的 我真的是探為觀止 報告委員 這個我們在審查會上 所有的資料都已經調查了很詳細 所以它完全是符合移民法 像剛剛講的這樣的調查 就是逾越的法院的調查 比法院還要高 我們還有錄影帶的 還有錄影帶 法院認不認為那個叫做違反社會秩序 我們現在回來看本來的規定 你們的規定 政府規定是禁止外國人入國作業規定第五點 第一項第七款和第八款的規定是 七 涉嫌輕微刑事犯罪 或是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 強制驅逐出國 禁止入國兩年 但是法院已經說他沒有 所以到了下一個部分 有說第二款 第三款 第七款案件 今判決無罪 不起訴處分或裁定不法者 不予禁止入國 意思是他們可以進來 結果你們就不用這個 你們就去選第八個 其他有維號我國利益 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 就禁止他入國 其他的 你們就 為了要不讓他們進來 你們就盡量找看看 怎麼樣嚴格的讓他們不能進來 然而 你們也說不出來 他們危害了什麼公共安全 我在這邊最後我要要求部長 我也要要求署長 這個事情現在是國際之間的事情 這個事情也代表了我們對人權到底怎麼看 我們對於這些疑似被台商這樣子 惡性官場 導致的這些勞動權益受損的人 我們是願意協助他們 還是乾脆你都不要進來 我不要聽到 不要看到 但是人家當地還是在報啊 我們是怎麼來面對 所以我要要求三件事情 在這邊最後 要要求三件事情 第一個 要立即解除他們所有的這些禁管 禁止入國的處分 你要讓他們可以進來 爭取他們勞權 第二個 我們未來入出國移民案件審查會的這個運作機制 包括委員的組成 包括會議紀錄 包括處分的依據 要公開透明 要很清楚他們每一個人是因為什麼原因不能進來 第三個 現在應該要公佈這個黑名單 到底有哪些人是不能進來的 他的原因是什麼 準則是什麼 未來要怎麼解決 解除他們的這些禁止入境的這些方式 要清清楚楚 絕對不能是這樣子 完全一片模糊一片黑 而且 除了那八個人以外 現在是所有其他的這些官場工人都不能進來 除了這八個人 以外 連其他的人他現在要申請進來也不行 所以你們現在是連任何的證據都沒有 我希望 部長跟署長要 非常認真的來面對這件事情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裝瑞熊尾顏 接下來我們請裝瑞熊尾顏 我們請裝瑞熊尾顏